反正后立消防分队 有一名陈庆消防队员 日前就在分队旁边的餐厅办婚宴 也宴请了分队的消防弟兄 没有想到才高尚第一道菜 突然紧铃声大作 群内的人 圆圆 立刻放下了手中碗筷 饿着肚子出动到附近的公墓去灭火 还好最后有赶上送客时间 大家也穿上了消防衣 来跟新人合照 留下了一张最值得回忆的照片 也让在场所有宾客们见识到了 达伙弟兄充满消防魂的祝福方式 中国大陆广东赵庆 一位消防队员结婚 大队所有人一起吃饭聚餐 结果吃到一半紧铃声大作 所有消防队员一哄而散 立刻冲出餐厅执行任务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台中后立消防分队 当天娶老婆办婚宴的就是他 后立消防队员陈建吉 原本开心要和队上弟兄庆祝 结果才上第一道菜 打火任务就来了 发现主管突然离席 然后我就看一下手机 然后就发现是公墓火警 全队出动到附近公墓灭火 半桌菜空在桌上没人吃 婚宴现场人也少了一大半 新郎官内心五味杂陈 当下的直觉反应当然是 我是不是要出去了 但是对 当然那天我是排休的 还好所有队员在婚礼要散场后 一个个安全回到餐厅 还一起拍照留念 有的弟兄身上人穿着消防衣 手臂脸上还有被浓烟熏开的痕迹 果然是最有味道但也是最有温度的一张合照 这样照片也被PO上脸书 当作是公墓火警的消防宣导 消防队员救灾救难是使命 但结婚半喜宴就遇到对上初任务 对新郎官来说肯定是人生头一遭 印象深刻 当下的心里是蛮兴奋的 也蛮激动的 因为毕竟真的是没有遇过这样的画面 接下来视节谈得到